主席 现在我们贷款一年大概有 80万人次 所以说其实表示说有 40万人左右因为上一学期 一次那我们政府 一年大概要提供30亿的 这个利息的一个补贴 另外在这个跟相关的 一些补助方面就比较弱势的补助 中低收入户学扎会的减免 这方一年大概有57亿的 智慧经费的支出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大概有80几亿 那这个大概是这样 历年以来我们从民国65年来 就有学贷 学贷累积到现在的余额 大概是1800亿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有两个小问题 第一个 现在这个历年来 您刚刚讲的所谓的 学贷的这个状况 它的预放 逾期放款 或者是换账的情况是如何 我们是大概从 就过去四五年来看 从大概2.45% 2.5%左右 掉到现在大概1%以下 逐渐有减少 那然后呢 我们其实也 当然也有一些人 确实最后就还不出来了 我们有一个信保基金 38亿 在过去这段时间 也使用了大概18亿 所以大概还有20亿的额度 大概是这样子 18亿到20亿 对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在于对于逾期放款部分 对 那么如果它是 政府能够 就是它至少是公职的 这样子有没有做过统计 就说它毕业以后 做公职还预期放款的 对 这一部分我们没有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子统计 不过可以去了解 我相信其实 公务员大概还款的能力 应该相对 公职的能力 那另外一个就是高所得的 我想这一部分应该都 应该 我们没有特别 特别去分这个category 不过我想 我愿意去看一下 我们这种预放 就是说它还款 就该还没有还的 这一些 这个其实刚刚讲 预放的比例 其实一直在降 比数字并不是很大 可是中间主要的原因是 我想应该高所得 或公务员这一部分 应该都是minimal 我相信 这是我的判断 应该都是很 很为乎其为的 我刚刚提问的 一个就是当然是公职 因为政府可以去接触 使用它的资讯 另外一个是高所得的 高所得譬如说 或者是他 我相信都是 我相信都是比较弱势的 最后预放的 我希望能够做这个调查 为什么 原因在美国的Sally May 就是跟学生贷款有关的 Student Loan Association 那么就发生这个状况 很多毕业的学生 他不交钱了 那一查之下 他有很多很多的是公职 或者他是高所得的 譬如说是医生 或者是律师 他反而不交钱了 这个当然是浪费了社会的资源 对 当然 所以我还是请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漏网之鱼 那么多多少少 而且应该是尽点社会责任 我们马上就可以来看 这些我们应该可以全面了解 对不对 至少余房的部分 银行嘛 我们合作的银行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好不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 这个问题 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本席好奇的是 这些贷款 学生贷款 有没有去调查这些学生 他们怎么是使用这样子的贷款金额 这些是学贷 基本上是他的学杂费的 要用到 这个是没问题 对 这个因为他的额度也是有受到限制的 我们在新的贷款预额 额度是多少 我们你看嘛 八十万 八十万人次 如果算四十万人 我们一年大概三百亿 就贷款大概三百亿 所以你这样除一下的话 on the average 大概就是一人 大概七点五万 七点五万 七点五万 所以他们主要的还是什么 都是学费吗 基本上 所以你可以看七点五万 那么这些人贷款 七点五万 我们国立大学大概五万嘛 私立大学十万嘛 所以说其实大概就是 就是给学杂费 可是我们在我们新的这个办法里面 我们也把生活费放进去 低收入付 我们可以一个月有八千块的 这个贷款 所以还没有这部分还没有 这个二月一号开始 二月一号 可是还才刚开始嘛 我们新的学生开始了 所以现在这群人 他们带的金额 大概最多十万块 对 一学期 七万块 一学期 对不对 一年一年七点五万 七五 我们就算有些多 有些少 有些高的十万块 对 他只是够付学杂费而已 对对对 学杂费可能都还不太够吧 就差不多 就是勉强 就是勉强学杂费 那我们有没有在调查 这些学生除了去借款 读书以外 他们其他的生活 是如何来应付的 我想打工是一个环节 打工是一个环节 部长 您知不知学生 一方面贷款 一方面又去打工 我是希望学生打工 还是跟他的学习 是有关系的 7-11 我希望7-11 这一个我不认为说去去在念大学的时候去7-11 因为大学是我们的黄金时段 大学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的这个这个perial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去多接触知识的的启发 或各方面的事情去花在7-11 那他当然如果一定有需要 因为工作其实没有贵贱的 他去做 那个当然如果他就有需要 我当然觉得没问题 可是我并不鼓励他去 那您认为 他去做的 他可以到图书馆去帮忙 他可以到计算中心 他可以去去做的这些事情 跟他的学习 跟他未来的成长 有更大的帮助 如果学校提供很多工作机会 我也不反对了 对 我想好奇的是 你有没有做过调查 因为说实话 愿意去借钱的人 他一定有特殊的条件 特殊的因素 对 他就是没钱 他就是没钱去借钱 那你有没有调查 有没有调查过 这群学生 有多少是继续打工的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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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辜负了你的期待 借款以后再去打工的 我相信比例还是蛮高的 蛮高 尤其是借钱的 越借钱的 越可能 打工的机会越多 有没有在追踪 这群毕业的学生 借款毕业的学生 他们的出入的状况 就业的状况 这部分没有 还没有方式来追踪 不过我想 我们可以思考看看 您今天特别问了 我要想一下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想要讲的是什么 您总共花的资源 就教育部来讲的话 就大学教育来讲的话 可能整体而言是很小的 对 可是就从个社会来讲的话 它的金额其实是不小的 对 利息支出就30亿 对不对 那这么大的金额的支出 表示怎么样 它用到的社会的资源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投资 对 效益是好的 对 那现在这个效益 我是为什么 我为什么动辄 就向您要求 很多很多的资讯 其实我们做了投下 就应该要看个效益 好 我愿意就是说来看 针对就是说 我们一年投入的30亿的 这一个利息的支出 它产生的这个效益 对学生的帮助是什么 看看是不可以 比较有系统的去看一下 那这个可能要 by design 要才了解 才能去追踪 也不是明天可能就能 当然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 on going 甚至有一些资讯 现在都没有 所以说你如果真的 要去了解 那些资讯就要开始建立 那跟银行的互动 银行怎么样去了解 说那些资讯 我们可能要的 那这部分我们可以 做一些思考 我同意 我也不愿意侵犯了这个我们借钱的学生的隐私 可是呢又能某种程度的做到一些效益的分析 那这个怎么做 我们要考量一下 请问学校的学府单位 学生辅导单位 对 跟学生贷款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学生 是学务处啦 对 通常现在是学务处 我知道 就是学生的辅导 学生 学务处啊 那时候生活辅导中心 对 来协助学生去贷款 他们其实有多重的任务啊 其中也有是说急难救助 譬如说 学生也有状况 我知道 那个是 我先讲就是学生贷款这个部分 学生贷款 他们 他扮演的角色 他跟银行 学学务处 跟学生这三角之间的关系 现在其实因为贷款的利息啊 其实是fixed啦 所以 所以其实并没有太 太多的这种需要 extra去提供一个服务啊 让这个让这个 我意思说 学务处本身 在协助学生贷款呢 对 还是在做分配资源的角色呢 还是什么都没有 他跟分配没有关系 学务处不分配这个贷款的资源 因为贷款是 我知道 学生有需要就去 学务处会分配他的可能奖助学金 这些可能会有关联 学务处 有人主张 学务处 他其实 他如果了解学生的话 对 他应该要提供很多很多的协助 对 他可不可以变成学 学务处的一个协助呢 因为 这些贷款本身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很多条件的 对 可不可以通过学务处 这部分当然是 其实学校所有单位里面 要协助学生去贷款的 就是学务处的 就是他的执掌之一 所以说像譬如说 几年金融 前几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但是 我所要提醒您的 对 我提醒阁下的是什么 请讲 银行在贷款的时候 他看的那条规 那些规矩 对 学务处基本上是没有角色的 我想要强调的是 对 学生的需求 OK 学务处 他可以来扮演一个协助的角色 因为他可能在条件上不符合 可他生活上有需要 嗯 这个时候 银行看的是一套 所谓客观的还款能力的标准 这一边看的是 他的生活需要的标准 学务处 其实 多多少少 现在从这个 学贷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银行也并没有看还款的 的能力啦 他基本上 其实就是你有需要嘛 你是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有需要 他就贷了 是啊 所以他当然有风险嘛 他有风险 我所知道就在这里啊 就是在这里啊 还款的部分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发展 从教育部这边来与协助 有一个这个根据他的能力 来划算 我所讲的就是这里 对 就在那个边际上面 不符合资格 不符合客观的资格 但是他符合主观的需要的时候 学务处在这里就扮演 很重要的边际角色 对 所以我希望 好 可不可以让学务处 至少校方 也多多少少 在他的整个审核的过程里面 来提供服务 可以 这个我想可以 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跟这个 我们通常都学务长会议 或者这些相关的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其实学代的这个事情 当做其中一个 一个issue 我们也许有一些沟通的 学生的生活很重要 对不对 他的安定 这个所谓的一个 安定的学习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这边 可以做一些协助的话 可以帮助 谢谢 最后一点 学生贷款 跟出国留学的关系是什么 应该没有 现在当然我们有提供一些贷款 让学生出国留学 这个也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package 可是 可是他还款的话 是不是因为出国 他的还款就要 要可以extend 因为现在我们的还款 期限是非常长的 就是说 譬如说他高中开始借款 高中借到研究所 九年 对 他36年内还就可以了 基本上如果他满足那些条件 所以说 其实他当然还是可以出国 他以后 以后合适的时候 不是 我是说用出国的需求 用贷款去出国 是不是 对 这个我不知道规模有多大 可是我知道这个是可以的 好 这边给我的资料 到101年2月底 到2月底的话 有8730人 透过这个贷款出国 平均金额是多少 平均金额 这个 是 OK 这个博士生可以从180到200 然后这个还款期限 贷款期限 硕士可以到100万左右的规模 100万 100万 够不够读哈佛 其实哈佛一学期都不够了 一年都不够了 所以我意思在这里 可不可以 都要服务市场的需要 我们来 我们也再了解一下 让它更realistic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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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